類似就是大概改幾個地方 大概改這個 本來是1月對不對 把它改成RM 這個Offset 所以我把這個先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資料呢 Ctrl C 先把它怎樣 先蓋過這裡好了 基本上呢 就是這個裡面我做好大概長這樣子 OK 然後 步驟的話呢 我大概有一些註解啦 不過你參考 不見了一定要完全照我的 反正那個後面的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呢以後你要怎麼看 你就寫你習慣的方式啦 那我只是 試一下甚至有些同學有發現我之前講過有些同學就寫很多打一堆啦因為他好像很多地方都是都是重點所以他打了很多 避免說自己以後看不懂OK 那接下來的話呢大概我只有在這邊改成I 那這個I的話實際上就是這個回圈裡面的變數 第幾個的意思所以呢 我在這邊 上面的地方我打Enter兩項 按個TAB鍵 打一個for for的話指的是for回圈 forI 等於什麼呢 第幾個 第1個 到第幾個 第1個到 假設我把它扶在上面好了 這樣子看會比較清楚 我要合併的是第1個 工作表 到第3個工作表 所以forI 等於 1到 3 Enter兩下 Next ok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不過這個順便講一下 那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那個3以後呢 我一樣嘛 如果以後又有第4月5月6月7月怎麼辦 永遠都改不完每次要改一次嘛 所以你要想一個方法一勞永逸 那要什麼方式可以徹底解決一個問題 當然 就是你可以套用什麼 那個物件叫SHITS SHITS就工作表 一定會加S 為什麼因為它是集合 就是所有的工作表 那SHIT的物件裡面呢 有一個屬性 叫SHIT.count 點count的意思是說告訴你 目前總共有幾個工作表 那我只要扣掉總表 因為總表剛好放在最後面好了 所以我要減一就可以了 所以我這邊3的話可以改成什麼 可以改成那個SHITS 點下去 會有一個SHIT 點count 那你會發現 SHITS這個 物件 它能做什麼 其實不就是什麼 add 新增工作表 copy 複製工作表 點count什麼 然後create這個表少用到 delete 刪除工作表 有沒有 這個也比較少用到 這個是複製 某範圍到其他工作表 然後還有什麼呢 move 顧名思義 移動工作表 假設你要排序 位置你要調動的話 你可以用move OK 諸如此類的 還有什麼呢 print out 列印 print preview 預覽列印 對不對 所以以後的話 這些 都可以針對 你工作表 select 選取 visible 能不能顯示出來 這個比較少用到 v page 這個比較少 OK 那我們會用到的 就是 那個什麼呢 點count 這個 那它會返還什麼呢 目前有幾工作表 4個 所以它1到4 減一個就好了 減掉總表 OK 這樣就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之前有同學 沒事自己在新增工作表 新增一個工作表去 合併發現錯誤 後來一看 你沒事幹嘛在這邊加一個 OK 如果又加一個你要-2嘛 OK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可能工作表 數量你自己要 針對實際上發生狀況 去做一些那個 設計 再來怎麼樣呢 把底下的程式移到中間 那因為喔 我放在雲端上是已經有縮排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剛好會 這邊有個tab 所以每一個前面都有縮排 那程式撰寫 一定要注意那個 縮排 因為如果你不縮排喔 4nets 就看不出來 所以有的時候你程式注意一些細節的話 程式 基本上就比較不容易出錯 一目了然 看出來 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蓄詞有沒有 裡面的這個改成i 它就會第一個 做完有沒有先1月 Nets之後的話呢 這個i就變成2了 Nets Nets i啦就下一個啦就加1就對了 然後就變成第二個 所以第二個它又變2月了 選2月然後做一樣的事情 再來選3月 做一樣的事情 那最後呢 事情就搞定了 那當然你要測試啦 不過我建議喔 在測試之前一樣 你可以按F8 租行來做一下 等到你確定OK之後 再全部執行 比較保險 不然有些同學一按 奇怪錯了 不知道錯哪裡 我是建議你可以 先按F8 然後呢 i的話 現在等於1 對不對 那當然它會選第幾個 選第1個 會不會 不會游標記的一定要先確定在第1季喔 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可能要加一個保險 因為你等一下 在1月切過去之後 游標放 這1月先複製 切過來之後的話呢 它會發生 我舊的資料還在 所以怎麼辦呢 可能要先把舊的資料先刪掉 不然的話 它會一直往下跑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避免錯誤 先確定幾件事 先確定呢 游 是不是先停在第1季 所以呢 你可能要什麼 第1季點 這個第1個 先把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第1季 那加這一行是 因為有的時候你不小心切到別的工作表 那如果你沒有切回來的話 那會反正 發生錯誤 第二個的話呢 切到第1季的哪一個工作表呢 A2工作表 因為要放這裡嘛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Range Slate OK 也就是先確認什麼 游標先在第1季 先在第1季的A2 然後再做 底下的事情 這樣子比較不容易錯 OK 那再來 我們就是切到1月 然後 Ctrl 去尾向右向下 複製 切回到第1季貼上 在這個範圍向下 向下一列 然後Nesser 這個時候I會變成2了 2的話呢 切到2月 OK有沒有 這個時候切到2月了 然後呢 做一樣的事情 貼上有沒有 你會發現貼到2月了嘛 然後在整個範圍向下 再向下一列 再怎麼樣呢 在3月了 可以切到3月 來做一樣的事情 向下 然後呢 不過 其實 3月應該不用再向下一列了 但是有做沒做沒差了 反正做了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就全部合併了 有沒有 那就完成了 不過 其實程式還可以再更貼心一點 怎麼樣呢 因為 你貼完之後 理論上 你有可能還是想要 最後看應該是從上面看下來 所以你還要捲回去 所以比較貼心的做法 應該最後呢 把游標再移到A1 那怎麼移到A1很簡單嗎 Range A1.S 所以有的時候 那我用Ctrl鍵拖拉 選取 拖拉加Ctrl是 複製貼上 這樣比較快 有沒有 這樣 有些程式 已經有了 你就把它拿來 改會比較快 不過 改的時候一定要非常細心 你只要不要改錯 那最後呢 它跳離回圈之後 游標又跳回去了 這樣子的話 感覺就很OK了 那再來的話就寫一個什麼 清除 那清除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不用重寫 你可以把什麼呢 剛剛寫過的拿來用就可以了 有沒有 剛剛我們不是有寫過嗎 清除對不對 其實 拿這個來改可不可以 可以啊 而且很好 很好改 這個地方應該什麼 A2 有沒有 到哪一個呢 到依蘭的 最下面一列 依蘭 剛剛好 有沒有 剛好依蘭的 最下面一列 那可不可以清呢 試一下 其實這個道理都一樣 向下最終 清除 清掉 有沒有改什麼 沒有啊 只有改什麼 本來是C2 改成A2 對不對 不就很多地方都可以清除了嗎 對不對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剛剛是 租航的 現在是一次性的 所以最後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插入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工作表合併 所以這邊工作表合併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清除 那就完成我們要的東西了 然後做好一個這個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底下 然後再把它 這個清除 來試一下 按一下 有沒有全部合併了 清除 合併 清除 OK 還蠻順的 所以以後你前面 要改了 再按一個 工作表合併 它就合併過來了 但是呢 可能會有同學 問了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老師按下去之後 這個好像 畫面一閃一閃的 感覺好像壞掉了 有沒有 可不可以 把那個 閃動的那個感覺 關起來 關起來 剛剛不是有關過東西嗎 誰 誰 誰可以關它 就Application 那這個畫面閃動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切 切 切 那那個畫面閃動 有個屬性 叫做 Screen updating 所以你可以打一個Application 點 Screen updating 等於False 就可以了 所以做法上一模一樣 所以你要關的話 跟剛剛那個做法很像 在那個 程式的開頭的地方 打一個什麼呢 打一個Application 點 點 它的屬性名稱是Screen 所以打一個S S大概就出來了 Screenupdating 等於 False就出來了 那記得最後的話 把那個Screenupdating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記得最後的地方 再把它打開 等於True 好 程式寫完了 所以不用背了 很多東西都固定的做法 那你做完之後呢 有沒有什麼差別 試一下 清除 有沒有發現 馬上不閃動了 有沒有 OK 這還蠻好用的 才差一行 效果就差很多了 所以呢 我們把那個重點回顧一下 1 我剛剛是把那個我們剛剛錄的程式 把它擺在回圈的裡面 外面呢 我們就包一個 4i 這個 跟next 然後避免錯誤的話呢 所以我就加 剛開始確認它是不是在第一季 是不是在A2 這個是加保險 再讓它跑 跑完之後呢 再讓它移到A1 那為了讓它不閃動 所以加了一個Application 電視 screen updating 等於False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把那個 1到3月的工作表 全部合併起來了 那當然未來如果你有1到12月 反正管它幾個 越多越好 像這種 這種自動畫的 其實就不怕它多 就怕什麼 怕你那個資料太少 感覺沒有 不太過癮 如果你看到那個 資料 幾百個工作表 同時讓你整個合併在一起的話 你會感覺 這很有 很有feel 可以試一下 最後的話要關掉那個 閃動的話 就是一個screen的updating 把它關起來就可以了